一捆捆杂乱的组织毛料 经过破捆、挑剪、对面、编织等工序 短短几分钟就变成了一把把整齐漂亮的扫帚 它们均诞生在山东省嘉祥县前渡村 前渡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扫帚村 虽然村子不大 却有着近200年扎扫帚的传统 全村160多户男女老少都精通扎扫帚的手艺 每年在这里卖制中国各地的扫帚 近600万把 因此前渡村也被称为中国扫帚第一村 7月15日 记者走进中国扫帚第一村 前渡村一探究竟 刚步入村子 以阵阵浓郁的竹叶清香扑鼻而来 成舵的竹叶竹竿等原材料 堆放在村民的自家院子里 此时 村民们正紧张而有序地 扎制造型不一的扫帚 整个村子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75岁的李行军正在自家的扫帚座房内 熟练地将竹枝上的杂叶去掉 经过敲打缠绕等一系列熟练操作 一把扫帚在他的桥手下制作完成 李行军说 自己从儿时便开始扎制扫帚 一干就是60年 做扫帚吧 从16岁开始做 做了将近60年了 然后上学不信了 不叫上了 下口人有多 就靠着大工 以前也是这样做 哪会做不多 哪会帮一块扫帚 才三毛钱 加工学 现在帮一块扫帚五块 我刚刚也帮扫帚上市都死掉了 没了 错了我这个数字大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李行军扎制扫帚的速度远不如以前 他便招募了六个村民 与他一同制作 现阶段 李行军的小作坊 一天可扎制300余把扫帚 年收入达20万元左右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村民吕爱乡的家中 看似身材娇小的他 却力气十足 将一个个扫帚绑得结结实实 吕爱乡告诉记者 村里得许多妇女与自己一样 靠扎制扫帚增收 做了都有四八九年了吧 冬天春天也惹不着也动不着 这天有风产 这个货就是不老 四八九年 现在的房间没改行就一直做的一样 现在吧就是一天做三十多吧 成品我们都是销到附近 这些美食他们都是上这儿来拿 到时候就来拿货 销售不是问题 对咱们只要做出来这个产品就来拿 从这一做这个挑售天天的进钱 他生活调业就提高了 自己正能养家糊口 一年五六万块钱就可以养家了吧 在钱渡村 不光有许多像李星君旅爱乡一样 自主经营的家庭作坊 还有众多大型的扫帚加工厂 近年来 随着钱渡村的扫帚知名度越来越高 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回到村里发展 1997年出生的李国焘 自退伍之后便返回家乡 帮父亲打理扫帚生意 凭借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 他认真学习网络平台先进的销售模式 让产品走向中国各地 一开始是做了两个网站 就是在网站上每天就能接到订单 然后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就是客户也越来越多 对慢慢的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就是从我父辈开始 他们就是带着产品去 就是像土达市场五金店 然后给他们看一下产品 就是这样一家一家留下联系方式 就这样慢慢的去走市场了 像我们的话 现在网络比较发达 我们把这些产品发到网上 基本上都能找到我们 像我们的销售额一年的话 大概在一千多万两千万左右吧 据钱渡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强介绍 对比中国各地扫帚的产量 钱渡村的产量为江北最大 年产值约八千万以上 为了更好的优化扫帚加工产业 钱渡村开办合作社 建立起村集体与群众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不仅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 还有效助推村民踏上 增收致富快车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